台大EMBA校友基金会 于5月31号 进行新卸任董事长交接典礼 新任董事长赖条元 从卸任董事长陈志全手中 接下实践基金会 利他精神的重责大任 把你们的真实的故事 来鼓励我们的同学 让他们在人生的旅途 可以学得更好 做得更好 台大班的同学 现在也扛起这个责任 期许他们在这一届 能够串起这个桥梁 不管是在台北班 我们自己所有的一些连结 包括海峡两岸的连结 我相信他们都会有 更多的一些新的作为 如何主动能够来利他 能够发挥这个社会影响力 如何来帮助在学的 或者是社会弱势的 或者因为管理学院本身所代表的 能够发挥效益或创业 或创意或创新 那么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 我们校委会成立的目的 发挥影响力 可以带动我们在台大的学校的学生 可以更关怀社会 不只做一个会赚钱的人 各学会社团轮番上阵演出 台上闻的舞的样样来 而台下还有品酒大会 希望借由香醇的美酒 传递欢乐连结酒酒 爱尔达电视综合报导